本港法律不容許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 有同性戀者提出司法覆核 在高等法院裁定敗訴 一位二報導 申請人是代號MK的女同性戀者 她說香港不容許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 是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出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婚姻自由 是指異性婚姻 香港人權法保障的 也是異性結婚的權利 雖然隨著社會轉變可以對法律有新的詮釋 但是香港同性關係應不應該被認可 仍然有很大分歧 立法機關如果認為有需要 可以修訂相關法例 至於是不是應該為同性伴侶 提供民事結合等的法律框架 法官認為政府沒有這個法律義務 裁定申請人敗訴 法官說政府應該就同性伴侶關係的問題 做全面檢討 否則會繼續有人提出訴訟 分印平權協會對裁決表示失望 希望政府積極檢討相關法例 等同性伴侶享有平等待遇 有線電視記者一位移步檔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請致請千萬死亡 電視期間 移步檢討由 下輪